不因为假期而停止练习 成立于2017年的家里国小跆拳道队 在许多赛事中都拿下优异成绩 而为期将近两个礼拜的跆拳道东令营 5号下午是接近尾声了 意义农历新年到来 教练特别准备红包给小朋友们 要让大家开心过新年 花莲县家里国小跆拳道队成立于2017年 在教练带领下出征赛事屡创佳姬 为了让孩子们寒假能远离3C产品 不应假期而停止练习 于是举办从1月21日开始的跆拳道东令营 包含家里国小低中高年级的学生 还有社区幼幼班 文兰同门国小 宜昌吉安国中的学生一起分享训练资源 在这个寒假持续精进 主要还是希望小朋友能够远离3C产品 然后让小朋友在寒假期间 能够透过一些运动 然后来维持他的体能 及他的身心状况 那我们主要还是安排一些敏捷 吸引协调 然后跆拳道一些技术 然后来做一个东令营的一个课程 那在今天就是最后一堂课 那我们还是快新年了嘛 我们就是应景一下 就是给小朋友美了一个红包 那主要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寒假期间 能够开开心心的过一个好年 近40位的小朋友围棋两周的东令营 5日下午进入尾声 为了迎接农历新年 也勉励这些寒假仍不中断练习的小朋友 教练特地准备了红包发给大家 为他们持续练习的精神鼓励之外 也希望未来他们能朝着目标勇敢迈进 为学校和自己争取荣誉 恭喜发展新年快乐 纽年新大日 这一条方面行程相报导